二战期间百姓流离失所 日本军船满载着一群不安事事的女孩 缓缓地航行 在前往中国满洲慰安所的海面上 那些道貌爱然的日本军官 称他们为爱国义工团 到达了地点后 领队的军官告诉女孩 你们的身体从现在开始不属于自己了 是属于日本皇军 你们不是人 而是供皇军使用的母狗 女孩在军医处检查完下体后 就被安排在不同编号的隔间内 一位日本军官走进了八号房间 韩国女孩颜希满脸恐慌地看着来人 这个饥渴的军官 一上来就是对颜希的一阵毒打 惑不及待地撕碎了她的衣服 颜希就这样被蹂躏了 此时此刻 每一个隔间里 相继传出女孩们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但瘦弱的身躯 又怎能敌得过这群豺狼 起初的惨叫声 渐渐化为了无助的哭泣声 第二天 女孩们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 相互倾诉着自己的痛苦 他们终于明白 所谓的爱国义工团 不过是日本兵用来发泄授欲的性怒 他们对这些日本军人恨之入骨 但却无能为力 一季出身的日本女人公子 抽着烟淡定地看着女孩们 神态自若 她对昨天发生的一切习以为常 女孩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前来享受未安的日本军人络绎不绝 甚至排起了长龙 同样的事 日复一日地发生着 这对她们的身体和心理都是摧残 莫说她们是良家妇女 就是轻柔娼妓 那工作环境和工作量也好过 未安抚太多太多 中国女孩丹丹 在日本军官面前宁死不屈 迎接她的便是一顿毒打 一个未成年的朝鲜女孩顺真 终于无法忍受着地狱般的折磨 选择了上吊自杀 丹西看着镜中面容苍白的自己 面对着惨绝人寰的工作 绝望的她也选择了割腕自杀 幸运的是 她被一个来自朝鲜的日本学徒兵 金永熙救了下来 而这一切被日本的公子看在眼里 她深知女孩的不义 眼睛充满了泪水 金永熙并没有像他人那样 蹂躏丹西 只是和丹西聊聊天 还送给丹西一个雾望草发卡 微妙的情愫 很快在两人之间蔓延 在金永熙上前线时 丹西将自己心甘情愿地交给了她 没多久 丹西怀孕了 颇有同情心的公子 拿出了所有的积蓄 买通了主管 让丹西有喘息的机会 怀孕期间 公子和丹丹都很照顾丹西 一年后 丹西顺利地生下孩子 取名金恩惠 并留下了一张合影 身为人母的丹西 渐渐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但金永熙战死的消息传来 是丹西再一次陷入了悲痛 她整日以泪洗面 憔悴不已 心有不甘的丹丹 决定选择逃跑 但还是被戒备森严的 卫安所士兵绑了回来 面对敌人的尖刀 丹丹宁死不屈 临死前咬牙切齿地说 中国人民会站起来的 不久后 日本广岛被投下原子弹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日军为了掩盖 践踏卫安妇的罪行 把所有的女孩召集起来 全部处死 丹西也不例外 奄奄一息的她 最后将自己的女儿 托付给了公子 几十年后 公子带着自己的姚女牙子 回韩国认祖归宗 在韩国慰安妇纪念馆内 年迈的公子 指着照片上的小孩 对牙子说 你就是丹西的女儿 牙子已气不成声 拿着公子交给自己的发卡 看着照片里怀抱 自己的年轻女孩说 母亲 那段用鲜血染旧的记忆 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 事实也不会因 巧舌抵赖而消失 犯我中华者 虽远必诛